只想和你喝一杯 大家好 我是九只 欸 我覺得貓貓真的很神奇欸 牠們就是特別愛喝啊 我們杯子裡面的水 所以後來有一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要多放幾個杯子在家裡不同的地方 讓牠有更多喝水的機會 然後後來我就在客廳裡的地上 多擺了好幾個杯子 牠就真的變得很愛去喝水欸 我覺得很棒 不然的話貓咪還蠻容易 就是因為少喝水 不愛喝水 然後有腎結石什麼的 好 咱們回歸正題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是怎麼走上這個創業的路的 不管選在什麼時機點創業 以現代的 應該說以我們這個世代來說 真的已經沒有所謂好的時機點 或壞的時機點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變化非常非常快的時代 在疫情爆發的這個時刻 本來很多已經計劃好的東西啊 然後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正在期待它發生 然後就有一些被迫小停擺的狀況 其實會覺得啊好可惜 然後或者會很很茫然很不知所措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環境的各種變化 是你沒有辦法掌控的嘛 所以遇到的時候 你就是坦然的擁抱接受它 我想做品牌這件事情其實算是 一直有一個隱隱約約的種子在心中的概念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在美國念的就是服裝設計嘛 剛開始的時候很夢幻 就覺得哇那我以後一定要做一個自己的品牌 然後在學的越來越多 了解越來越多之後就覺得 哇真是一件好麻煩的事啊 還是算了 我乖乖當我的設計師就好了 可是後來 我就是那段時間在求學的時候 就每天都是關在我們學校的studio 就是要嘛就是縫一縫 要嘛就是關在家裡畫設計稿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跟我的性格真的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因為我就是一個比較喜歡往外跑啊 然後比較喜歡接觸人的人嘛 你讓我永遠都在固定的地方 我真的關不住欸 我就覺得心裡很鬱悶 真的很鬱悶 反正就是那時候就覺得 那可能真的還是蠻想要 搞一個自己的品牌的 但是就是 當老闆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爽嘛 可是其實真的執行起來的話就是 啊累死你了 然後一旦開始 它就沒有結束的時候 你的壓力就是一直來 可能要等到真的一直賺錢 瘋狂賺錢的時候 我才會沒有壓力吧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 尤其 你純粹賣東西跟你做品牌 這兩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品牌就是一個持久站 燒錢燒到你開始賺錢為止 所以相對來說壓力就會很大嘛 你就會覺得天啊就是 它不是一個就是比如說 我現在想到我賣什麼我就賣什麼 它是得有一個一致性的 然後你要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你很清楚你要什麼 或者你想要傳遞給客人什麼樣的東西 最後一年念書的時候 也開始工作的時候 其實陸陸續續就是一直不斷在接觸 做服裝產業的產業鏈的不同面向這樣子 我覺得這真的是冥冥中注定 就是因為心裡有那個小小的種子正在發芽 有點像是開始為要做品牌這件事情提到準備 但其實我當時也不知道會是這樣子 應該說那時候我求學的時候很幸運 遇到一個跟我很好的英國老師 然後他就帶著我在他們的品牌裡面 然後去做採購 然後我們就會在加州的Kelly Showroom 然後還有去到洛杉磯的LA Showroom 去採購很多不同品牌的衣服 那個Showroom超大 然後裡面各種品牌就是多到爆掉 然後甚至到後來在紐約跟中國 就是在一個Cashmere品牌裡面 接觸了整個形象規劃拍攝 然後還有在工廠端看他們服裝的製造 我覺得都是一直不斷在增加對服裝產業的養分 然後最後回到台灣的精品 然後零售端 也是看到各種的應對系統 然後怎麼樣去處理很多很多的狀況 怎麼樣去進行銷售 當你要做一個老闆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說什麼東西 你都是最厲害最專精的 可是你真的得什麼都懂 因為當你不懂的時候 你會完全沒有同序 不知道接下來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他要怎麼做 那這樣子的時候你請來的人 其實他根本也會完全不知道你到底要幹嘛 然後大家都會 哇 這邊動作一下 那邊西座一下 然後最後會變成無功用 就會很可惜 我覺得會變成一個很浪費大家努力跟浪費時間的事情 再跳回來 就是壓力很大是正常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有點需要習慣他 習慣這個壓力進到我的生活中的那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不是一個會很短期接觸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long term的戰役 我可能開始每天都要面臨的事情 我每天00330033 他就是一直一直一直會進來 當你決定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選擇任何他當下處在的時代環境 這個疫情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會給你很多的需要去思考 怎麼樣去轉變 或者怎麼樣去應對的方式 其實像是個人的性格啊 然後你的興趣 你的特質 然後再加上可能一直以來各種種種種的工作經歷 全部匯集完之後 其實就會是你有沒有可能會想要開始創業的各種潛在因素跟原因耶 那當你已經有了很多可能創業的想法之後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會需要一個真正push你去行動的動機 那是什麼哪一個點讓我開始走上這條路的 那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聊到下集再討論 拜拜